新加坡仙农总会协助本地农场维持市场竞争力 在总会的推动下 本地六家传统养鱼场就首次将鱼货引进超级市场收买 杨生强的父亲养殖罗飞鱼至今已有近30年 父子俩通常都会在鱼港收买鱼货 但往往无法同更便宜的进口鱼竞争 他们曾经长达两个月没有生意 在Saver进来之后 它打开了我们的销售渠道 然后把新加坡全部的供应商都叫了起来 我们每年的供应已经增加了大概100% 在这项计划下 新兴鱼场和另外五家水产业者合作 分摊营销 分销和物流支出 以降低整体成本 这些本地鱼货现已在全岛14家只总超市出售 这就是我们愿意见到一个销售渠道 这项计划有望帮助更多本地农场 协助农夫维持生计的同时 也可以进一步加强国家的粮食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